这种很有本地情怀的复古风格 真的很喜欢 大家好,我是对美食充满好奇的无所谓 今天来探店一家最近青州很网红的粉店 叉烧关闹 叉烧关闹有点吃是吗? 对啊,然后 加米菜是吗? 加牛腩 加牛腩是吗? 对加牛腩可以吗? 对啊 两盆盆汤 对,两盆盆汤 有萝卜干酸笋,蒜萝卜 还有各种调料 金蒜 大量的葱花 酸辣酱 辣椒酱 这家店是最近新开的网红连锁 我要了叉烧干拌粉 然后再加一份牛腩 试试看 听说这家店是原来我们这里有家连锁叫当当石墨粉 是他们的老板开的新品牌 所以应该味道跟之前的差不多 嗯,粉很滑 叉烧虽然很瘦,但味道还不错 让我觉得 比较感动的是这种复古的装修风格 像我们称修本地的一些地名啊 一些很怀旧的地方 招牌都有 很多复古的家电,家具,哇 墙上的瓜里停留在1987年1月份 电视里播放的是射雕英雄传 哇,童年的味道回来了 所以一碗这样的粉 说特别好吃真的算不上 但是最难的可贵的是 它这种出品标准化稳定 很容易复制 加盟 能开拓到其他地方 牛腩比较差 牛腩肉韧 那个卤水的味道也不是特别好 他们有来做当当石墨粉的时候 叉烧是切片的 但现在给的是一整条叉烧 清汤不错,标准的味精清汤 不知道是我吃了太大口 还怎么样,觉得粉已经快没有了 菜还剩有 这条叉烧自动分成了两块 刚才我吃到一块是很入味的 我觉得不错,合格 另外一块是没怎么入味的 怎么来总结这样的店呢 我觉得我们当地 是需要这样的门面的餐饮的 如果是我 我可能不会再来吃这样的店 我可能会去吃路边小店啊 小摊啊 可能卫生环境看起来不是太乐观 但是比如说我认识一些朋友 每回回亲中 他们都挺嫌弃这种肮脏的地方 不愿意跟我去吃 他们就很喜欢来这种 看起来是连锁干净卫生的地方来吃 所以 是需要这样的门面的餐饮的 是有客户权的 但是我这样很local很local的本地人 我想不出再来的理由 它的粉确实很香滑 如果能开到外地做家忙 比如说能开到北京 能保持这样的水准 我还是很乐意 在外地吃到这样一碗 叉烧粉的 我竟然开了几分钟 睡得又软 郭靖要拜 由其功为师了 郭靖背情所困 为什么要把人推开 老板说他们家卖了39年的叉烧粉 最早在蛋肥厂那边 所以他现在写的是39年前三叉季叉烧 只选用猪前腿没头肉 但刚才我吃到的并不是没头肉啊 荔枝碳现烤 叉烧不柴更好吃 但刚才我吃的挺柴的 还塞牙现在 但是我真是喜欢这样的环境啊 童年都回来了 但老板如果想坐大坐连锁 我觉得还是发展它的当当石墨粉 到外地更加有前途 或者说到大城市更加有前途 我是对美食充满好奇的无所谓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赞评论关注转发 对我的成长非常有帮助 谢谢大家的支持 刚才我去借了一杯免费的茶水 是冰的菊花茶 好品